国人平均的寿命增加 统计发现 适智失能的老年照顾者 平均年龄约54岁 事实上除了依靠家人照顾外 像日照中心、关怀站等社会照顾 其实都能疏解家庭负担 当中志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只不过有志工的年龄偏高的现象 老老陪伴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本周的港独热化将带您一起来了解 跟着轻快音乐 志工们拿起彩球带领长辈摇摆身体 暖暖身子 顿时教室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这里是前镇区岗山仔日间照顾中心 每周一到周五提供失能或失智长辈 生活照顾的地方 当中岳华阿姨是年纪较大的志工 尽管八十多岁了 教其长辈玩老鼠牌 依旧热情不减 看他要什么啊 我都教他 现在都教他打牌 一定要出白了 年轻老了 教教那个年轻的人 觉得不简单 比岳华阿姨年纪小一些 七十多岁的菊美阿姨 担任志工十多年 陪伴长辈一起上课 学习新鲜事物及照顾生活上的小细节 乐在其中 心情快乐啊 我就是热忱的人 我很热忱 激补 很激补 人家说来当事工很好 是这样子 要有爱心啊 老人就是爱心 说话 保守 台湾的保守 就比较快乐 不论岳华或是菊美阿姨 本身都是上了年纪的引发长辈 但乐于付出 也把受雇长辈当成家人般照顾 老老陪伴在这里 也然形成了一种氛围 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透过这样老老陪伴的模式 自然而然产生的像家一样 和乐融融的氛围 而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 没有了隔阂 也没有了距离 反而成为了家人 每一天会固定的时段 来做这个陪伴老人的工作等等 这个是相当有意识的 但他也是他自己迈入老人 但是身体还好 他可以贡献他的另外的遗力 参与这些服务工作 为他来说 他也得到了一个价值 得到了意义 随着人口日渐老化 2018年台湾老年人口 将超过14% 从高龄化社会 变成高龄社会 到了2025年 占比更是上看20% 要升为超高龄社会 老老陪伴成为的趋势 当然也存在着隐忧 像居妹阿姨年龄相仿的机构之工 其实扮演着重要角色 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辈 其实她的身体是健康的 而且她的活力也是很强的 那我们现在到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 我们高是有228处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志工 大概都是60到70岁左右 那这段期间刚好针对一些 比较亚健康型的长辈 他们就来做一些的协助 或者是带领他们做一些的活动 其实他们虽然上了年纪 可是他们很有活力 而且他们的年纪是相当的 那其实也激励了我们的阿嬷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 像一家人一样啦 就是那种陪伴 就是像大姐啦 那个兄弟姐妹这样子的陪伴啦 所以我觉得还还不错啦 来这里就比较没有说无聊 这样子啊 来这里就很快乐啦 我们就是 现在准备了 他们年纪比较大了 就好像小孩啊 我们就把他们 我们那么带小孩一样啊 就要有耐心啦 林法志工的投入 让老老陪伴成为家化一段 也因为年龄相近 人生阅历丰富 照顾者与受照顾者 不但能像家人一样相处 还能享受退而不休的生活 平均里人大概已经差不多七十岁了 六十几岁 甚至算小老弟啊 小老妹这个 大部分也有到八十岁 甚至八十几岁 他愿意投入 非常欢迎 所以我们这里有八十岁 差不多八十岁 他继续服务 继续陪伴别人这样子生活 会非常有意思 只要一谈到他们的心事 可能就心有气气焉嘛 A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当下他们就是很 他就感觉到这个人认同他 这个人是跟他统一国的 我们也会慢慢的老啊 那就尽量啦 做到不能做为止 对长辈来说 过去待在家里缺乏互动对象 如今走出户外 来到社区关怀据点或是日道机构 认识新朋友充足电力 心情自然愉快 他们教导你们啊 或者陪伴你们感觉怎么样 很愉快啦 他会帮我们 东西拿不到啦 还是要拿什么东西啊 他都来我来拿 我们还心了 不错啦 老人工作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社会都在看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小孩子都在看 都在看他们以后老了后怎么办 所以这个老人家 如果这样获得好 一定很有希望 老老陪伴逐渐成为机构 及日照中心的一种趋势 这让手脚健全身体健康的长辈 即使从职场退休之后 还能在这里找到一片天 不过随着国人平均年龄逐渐上升 未来需要更多的银法职工投入 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 恐怕要事先做好规划 才能让这样的模式顺利运转下去 港部新闻吴炳元王思武 专辑报道 我们下午好 您下午好 我们下午好 好 ディク正在我